Ciamido是一个小型造波器 它位于巴塞罗纳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北校区 它完全为Lim海洋工程实验室设计和建立 其目的为教育与研究 Ciamido为它姐妹渠道 庞大的Thiam做了一些技术上的补充 这两个设施让我们能够研究一些复杂的流体动力学过程 比如海浪与结构的互动 海岸结构的稳定性和海滩的动态 Ciamido是西班牙ICTS独特科学技术设施之一 也是欧洲项目Hydrolab的关键设施之一 渠道有三个不同的部分 一个刚性结构用来做工程项目或科学实验的小规模再现 一个能产生特定海浪的波浪产生系统 变量的数据的采集系统与传感器 Ciamido由冷渣金属形材构成 它的墙壁与底部为两层5毫米的钢化玻璃 可让研究人员看到实验的每个细节 渠道全长18米 宽38厘米 有56厘米深 位于两端的两个直径 为20厘米的水管 可以快速地向渠道注入与抽出水 淡水被储存在一个3立方米的水罐里 水罐具备了泵浦与过滤系统 这系统还可以在水浪以外再形成水流 造波系统是一个由电动线性驱动器驱动的垂直造波板 造波板的最大冲程为1米 最大回应速度为每秒1.6米 该系统理论上来说 允许在35厘米深的水里产生高38厘米 周期为1.7秒的浪 造波板为一个该实验室成员开发的软件控制 可产生有规律性的无规律性的波浪 也可以复制被浮标记录的真实实习列波 在渠道两端 有两个装备来吸收反射波 允许有8个电阻性传感器来测量 自由页面的变化 可以在特选的位置测量波浪的高度与波周期 它还具备了一个有32频道的信号记录系统 可用来连接其他类型的传感器 比如水流表 压力传感器 称量传感器等 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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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计划